波兰国境之北波罗的海映入眼帘 华日新闻团队来到波兰海军最重要的军港 格战斯克 格战斯克这里是波兰海军的总部所在地 那波兰海军它的规模不大 大概只有14000人左右 总共有96艘的军舰 我们看到格战斯克海湾停靠着巡逻艇 以及科莫兰级扫雷舰 远处还有一艘美智的派里级巡防舰停靠在岸边 由于格战斯克港 距离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母港加里宁格勒 直线距离只有120公里 所以波兰同样身高戒备防范俄罗斯海军挑衅 虽然它的战力在北约各国并不算是名列前茅 但却是防堵俄罗斯海军最前沿阵线的一支海上武力 镜头转向格战斯克 当地的乌克兰总领事馆 可以看到领事馆外 乌克兰侨民排起队等着办手续 绝大部分是妇女与孩子 他们几乎都是从陆地口岸入进波兰 再辗转来到格战斯克 永久居留证对这些难民非常的重要 银行开户享受医疗保险全都派着上用场 不少乌克兰难民排队酒后 现场有教会团体分送食物及饮料 帮难民打气 我们也观察到格战斯克当地小朋友 在领事馆外献上自己的绘画 还有鲜花 鼓励乌克兰坚忍度过这次战乱 俄罗斯四处引战 不仅激起波兰的防卫决心 同时也让波兰乌克兰两国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华日新闻无限长陈一伟 与波兰格战斯克的采访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